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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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正规专辑 Breakdown 席卷全亚洲 本周Super Junior M抵达武汉 主播Candy近距离专访 为您揭晓新专辑的幕后花絮 楚天音乐广播电台独家呈现 1月26号晚上7点 录音专访就在KNJ 流行全日韩 流行全日韩 哇 刚刚听到了Super Junior M 那昨天参与专访六位成员的自我介绍了 说起来呢 每一位成员都非常的有礼貌啊 而且呢 都非常的火宝 昨天晚上是聊得非常的开心 这次呢 Super Junior M是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专辑 Breakdown 到武汉来做客 那这张专辑 我想很多喜欢他们的朋友都已经听过了啊 在专辑里面 所有的收录歌曲当中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就是快歌的部分变得很多了 那另外呢 像慢版和中版抒情作品 这个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少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们接下来就让银河来为大家回答一下吧 非常幽默的银河 这一次招房里面我真的发现银河是一个 很具有幽默感的人 非常的喜欢搞怪 他刚刚的回答呢 是这样说的 他说 因为所有Super Junior M里面的成员呢 大家的舞蹈实力都提高了 都越来越好了 所以呢 这个专辑里面就会有很多 舞曲风格的歌出现了 而且呢 整张专辑他也表达出了 多种多样的风格这样的一个特色 所以完全不会让听歌的朋友感到寂寞 非常棒 很聪明的一个回答 但说起来 这张专辑里面 确实有很多风格 但是就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 到底SJM Super Junior M 他们的风格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成员有八位嘛 所以我们从第一张到第四张 我们都希望每一张专辑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尤其这张不是让我们花两年的时间去选歌 如果细心的 就像您刚才听了你之后 你发现慢歌少了快歌多了 我们是希望每一张出来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八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风格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SJM是非常多变的 每一张都是新鲜的感觉 然后可能里面有喜欢跳舞的成员 然后大家也会着重于舞蹈风格的歌曲快歌 那像我跟龟贤力是我们是负责唱歌的成员 那我们比较迹象于书情版的慢歌 但是放在集体里面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特色都会带来不同的感觉 各个组合 所以可能给大家更多期待的空间吧 说起来这张Breakdown的专题里面 各位啊 你喜欢的是哪首歌呢 大家不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和Candy互动一下 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或者是心情想分享一下都可以 新浪微博找到Candy1058就可以了 我不仅仅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其实呢我昨天也问了每一位 这六位成员六位member 在这张大碟里面 他们每个人各自都喜欢每首歌呢 看看成员们的回答是怎么样的 大家好 我是Henry 这次专辑 最喜欢的歌是Jomi的solo歌 对 因为听这首歌真的很 真的非常非常很很放鬆 然后 觉得他唱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你一定要看到他唱Live 他这首歌唱Live的时候真的比他录的还 还还好 还还怎么说 还更好 谢谢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听那首歌 我刚才Henry已经赞美了我的solo曲目 然后我就选另外一首 我比较喜欢 除了主打歌 我更喜欢其实Henry写的Go 太好了 一定要这样对不对 兄弟互挺了 对不光是因为 不光是因为这首歌的原因 还有是因为这是Henry 第一次会组合写歌 然后我们俩第一次合作 他是曲的部分 我写的歌词 然后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的大 我最喜欢歌是那个 试缘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舞台的时候 我们可以那个做 试缘 我们跟 试缘 对吧 试缘 缩通 试缘 对对沟通 跟我们跟那个歌迷 这个歌是可以做 好气氛 最喜欢歌是 我最喜欢歌 歌曲 Tunnel 这是东海的答案 因为这个 我最喜欢的歌 因为他很喜欢中版节奏的歌曲嘛 所以他就选择了Tunnel这首歌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银河 这些歌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的歌曲 因為你可以去DUNS,是嗎? 但我真的在家裡聽BREAKDOWN的伴奏代 我聽了很多遍 然後他就發現旋律太中毒了 越聽越好聽 所以他非常喜歡BREAKDOWN的伴奏代 可能他唱中文還是有點吃力啊 然後他就說呢 這首歌能夠被選為主打歌是完全正確的一個選擇 我就問他那首歌的舞是你編的嗎? 非常搞笑的一個回答 因為他有說呢 在他的腦海當中 他已經出現了BREAKDOWN這首歌的舞蹈的整個編舞啦 但是他很擔心那個成員們的水平喔 到底能不能跳下來呢? 怕他們完成不了 所以還是把這個編舞的工作給交給編舞老師了 謝謝 我... 其實我喜歡BREAKDOWN的歌 我喜歡BREAKDOWN的歌 HENI的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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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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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멤버들의 감성이 제일 많이 묻어나 있는 그런 노래 라서 저는 그 노래를 추천하고 싶어요 我们选听哪一首呢 现在想起的是东海最喜欢的那首Tenno 不用早起 不用上班 不开电脑 Let's go Let's go HAPPY HOLIDAY 今天我只要我的HOLIDAY 我只要我的HOLIDAY 2007至2011 武汉万科连续五年蝉联市场 占有率第一 全面领跑武汉楼市 2012盖普通人住的房子 盖宜居的房子 万科值得你信赖 谁都无法左右潮流 但你可以坚定内心 有自我态度的生活 才能保持永远流行 我是中国好声音 楚桥 我在楚天音乐广播 第一流行音乐电台 Let's go 你慢慢向我说来 我故意忙着学谁脉搏加快 要如何对你说嗨 Yeah 紧张到说不出来还在发败 念了念 欲叫 被你一秒颠倒 真的求错的心跳进步基之口 忘记予不表 自己就到楼 Yeah 要让爱勇敢去奔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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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t it go Let it go Gun go go 回到今天的KMJ流行全日航 我是Kendy 今天我们会来送上的是对Super Junior M的专访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聊他们的音乐吧 在我们的微博上有一位叫做董斌亚的朋友 他说Breakdown很适合告白肯定能够成功 完美的再见适合失恋 一张专辑呢包含了整个的恋爱过程 成员们都很棒希望他们继续加油了 其实呢在专辑里面有很多他们全新的突破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Go 真的是很容易中毒的一首歌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成员的自创曲了 他的作曲呢是Henry 作词是Jomy 这次两个人的合作还挺多的 也非常的默契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对这次合作到底满意吗 这首歌Go 刚做的时候就是 我写歌的时候就一般开始就写 先写英文 歌词都是弄英文 然后就以后就翻成中文这样子 然后这一次写Go 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喜欢的一个女生 然后你不能就是很不敢 很像十六七岁的小男生在刚接触恋爱的感觉 所以我写词的时候 他倒不会给我很多限制 然后我们就说我会问他你希望填什么样的词 他就说你随便 你随便写 然后我写完之后会给Henry看 那你觉得OK 可是我们这次专辑有合作两首歌 都是我写词他写曲 但是很默契的是 我写完的词给他看 他就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首歌的感觉 所以第一次合作蛮成功的 所以接下来的专辑 其他成员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做写歌这样 你有听这两首歌吗 有 每首歌我都有听 哦 谢谢谢谢 谢谢 那是不是距离拥抱最好听 好 距离拥抱 希望你的那首solo 我也想问一下 你当然怎么想到会光良所做的 我跟光良哥之前很熟好朋友 然后我们成员都很喜欢他的音乐风格 然后有一天我就 其实合作很早了 因为一年多钱打电话给他 我说光良哥我的 说M的专辑里能不能收录一首你写的歌曲 然后我说全员都很喜欢童话 想要一个类似童话感觉的歌曲 然后光良哥现在很忙 然后打完电话 我觉得他可能会拖很久才会给我 然后没想到一个星期过了以后 光良哥就把demo发给我的email里面 他说你听一听歌怎么样 后来我就交给公司 公司一听说这个歌很好听 但是比较适合你solo来唱 然后这样就很巧的 对对对 然后录完之后光良哥又打电话过来 就说哇你录得 超过我的意料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就说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对 很谢谢他 对 东西 都是那么简单的歌曲 但是我爱你 不需要打扰 用我崭性 把你眼泪升华到空气 把你闭上 融化在我的怀里 看着你好他默然天晴 发现你渐渐远去 慢慢接受心碎的定理 最好的只留给过去 让我继续力的拥抱 为你寂寞热烧 爱上你不需要打扰 用我掌心 把你眼泪深化到空气 把你悲伤 融化在我的怀里 现在我们耳边想起这首歌呢 就是在Super Julian M 这张全新大地的Breakdown里面 有周密个人solo的一首作品 和光良合作 距离的拥抱 微博上有朋友说 周密的这首solo把自己都可以唱哭了 非常投入的一首歌 就好像Henry说的一样 其实在唱live的时候呢 好像周密唱的会更投入更好 有机会你一定要看一下他们的live了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要问到Super Julian M 那首先呢就关于他们的造型啊 这一次在大地里面呢 这个风套的造型 各位都是有一些变化的 有一些突破的 特别在他们的发色上面啊 那我非常搞怪的想问一下银鹤当时 我就说 除你之外 你最喜欢谁的造型呢 这个银鹤非常为难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造型是最美最好看的 非常自恋的一位成员 也非常可爱啊 然后他就说一定要选吗 然后这个时候Henry很好玩 他就问了一句 他就问我 他说 哎你觉得哪个最好的 然后当时我想问银鹤一个问题嘛 我就说 银鹤为什么 哎我话还没说完银鹤马上鼓掌了 他以为我说他最好看 非常好玩 那后来呢 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 是没有对着镜头来拍照的呢 或者说他为什么 就是Only One 唯一一个造型不太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非常好玩的回答 好玩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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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什么呀 如果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话 出事 银河说他最喜欢的另外一个成员的style就是龟贤 因为非常的喜欢他的那个发色 而且他说我喜欢的是龟贤的造型不是龟贤 我需要拍手叫好我对对非常我的对自己的造型非常满意 我尊敬我的挑战 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开玩笑我还不错 我喜欢那个绿色的那个头发是颜色对 颜色对我喜欢他的头发是颜色 在这次的采访当中我发现石原有一个特点 他说中文嘛很努力啊很用功很勤奋 然后他特别喜欢说四字的中文 在最后呢我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到了一个极致 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说四字中文 OK那说完造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其实成员们他们唱中文歌的机会也挺多的 在南京的Fan Meeting上面龟贤就演唱了那些年 那其实一般呢他们有说啊都是通过在公司这个中文部门的一些同事 通过他们来了解一些最近比较流行的中文歌 那现在成员们有没有最近最喜欢的中文歌呢 哦我那个我我跟银河 石原说道 你是我们三个人最喜欢最近我们最喜欢那个 心情 对心情 不是周杰伦的 对张学友 对他们现在最喜欢的呢 是张学友来翻唱的周杰伦的一首心情 哎这个最新消息啊 也希望他们能够三个人一起合作一首中文歌吧 在live上面 以前呢听过很多Super Julian M的歌曲他们的专辑 其实有一首歌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 那就是《西风的话》 而这首歌他们翻唱的是一首童谣作品 我觉得这个企划挺好的 我们让周密来说说看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最早是公司 我们当时在那个台湾做long stay的宣传 所以在台湾待了三个月左右 当时专辑要改版做B版专辑 我们就想说加入一首当地人会比较熟悉的童谣 然后这首歌是公司总部那边 问了很多台湾当地的朋友就说你们小时候听什么样的歌 然后他们说我们听的叫西风的话 然后其实因为我在内地长大嘛 我没有听过那首童谣 我一听我说哎很好听 很能提起之前的感觉 所以我们发行专辑最好笑的是我姥姥在武汉 当时在网上听到我们唱现场这首歌 我姥姥从来不说我们的歌非常非常好听 因为都是年轻人的歌嘛 觉得很快乐 老人家会觉得很闹 老人家姥姥听完以后说 这首歌是我们发了四年以后最好听的一首 所以我突然跟姥姥说 我说姥姥这是一首童谣 就是难怪你会觉得好听 非常搞怪的唱员们 蛮多歌蛮好听的 让我们荡起双奖啊 其实我们有很多idea就想说 可以把它换一个版 就我们自从做了西风的话之后就觉得 对就希望可以再多做一些像类似这样的歌 变成我们的风格 会的会的 哇他们是从哪儿学的包青天呢 我把树叶都染红 今夜我回去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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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穿新面包 今夜我来跟你们 你们 你们 变胖又变高 你们 可 记得 天天收获流行音乐的超级能量 分鸟感受流行音乐的无限魅力 楚天音乐广播 第一流行音乐电台 在城市飞行 连流行更近 地铁1058 乘坐自动扶梯时 请自觉遵守 左行右利的原则 下次 当你自己即将持到扣钱的时候 就知道 能从扶梯左侧快速通过的好处了 剩下的是一分一秒的时间 收获的是互相尊重的感谢 在城市飞行 连流行更近 地铁1058 四十多年前 人们疲劳时 就会想到红牛 红牛 创造了能量饮料 红牛 全球能量饮料市场领导者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联通iPhone5 12月14号正式发售了 不一样的网速 不一样的iPhone5 参与联通合约计划 选择286元套餐 就可0元购 还有各档套餐任您选 一年 两年 三年 合约期随您挑 好码还需配好按 选择联通iPhone5 竟享21兆急速生活 想寻10010 或登陆3w.10010.com 精彩在握 中国联通 人的衣裳 也当这样度过 随时找那儿 一切快乐都是我自找的 东风标志3008 高性能欧系都市SUV 尽兴登场 让我活该快乐 详情请咨询 400-8877-108 欢迎收听KNJ流行全日韩 我们是SUPER JUNIOR M 我没表情 不需要谁来证明 不会忘记 那一段逆迹走的路 绝对不认输 不走回头路 还能保持风度 这种狠狠 这种狠狠的包袱 也不怕为了一个残酷 我在乎都你也不在乎 什么都停下去 流到海水全都变成蜘蛛 我听你就到一无法顾 已经好清楚 我会哭 只要一切付出 ten up ten up 就是慢慢的决心的力量 ten up ten up ten up 手ś eer彻摸许 goal 是彼此的惊鸥 ten up ten up 用华球场 种法子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在专辑里面歌曲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些主题 刚刚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微博上就说了 里面有很多情歌 好像就是把整个的感情录呢都唱了一遍 但其实除了情歌以外 在专辑里面还有其他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支solo歌曲 我挺你stand up 这是一首呢讲兄弟情的歌哦 那一听到兄弟嘛就很哥们的那种 那这个super junior m 好不容易呢合体来到武汉宣传新专辑 那要不就让他们来说说看 有没有成员之间特别兄弟 特别哥们的时候呢 他们的团结一般都会体现在什么事情上面呢 这个答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体现在我们去哪里都是一起 比如说下飞机有一个人上厕所 七个人觉得在门口等着通了不走 人家上完厕所出来我们再一起出发 有时候会一起上 一起洗澡 从来不抛弃一个成员 所以呢他们集体活动 就是他们体现兄弟情的地方啊 这个非常好玩 那Henry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最调皮的一个 但也是最可爱的一个啊 总是喜欢呢这个跟大家来开玩笑 在当时的现场昨天晚上录制现场呢 Candy也让他们做了一件 嗯一个游戏吧 就是他们不是六个人就在我对面坐下嘛 然后就围成一个圈 然后呢他们做的顺序一次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是Henry Jomi 史源 东海 银鹤和盛铭 那我就跟他们说呢 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隔壁的这位成员 然后以顺时针的方向进行下去 哎没想到呢 这个现场特别沸腾了哈 就是他们到底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 他旁边的隔壁的这位成员呢 我们回到昨天晚上那个现场去听听看啊 非常闹腾的一幕 也非常的体现他们的兄弟爱了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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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Henry 嗯 高 很高 很高 他形容周密很高 他说高的吗 然后就 富 富 哦 史源 高富 还差一个字呢 哦 帅 哈哈 高富帅都成了哈 就开玩笑了 就是暖 暖人 对 温暖 对 非常温暖 嗯 史源说东海很温暖 哈哈 这是东海对着迎赫 相识而笑两个人 什么 用什么来形容呢 嗯 不帅 不帅 这是开玩笑的啊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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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是的 如果看了尼亚,他很像很像, 他很像很像, 我不知道 他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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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但是, 他看了一遍, 他很像, 我喜欢他 我们的女友, 女友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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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史源在补充 所以第三张正规跟机他们的跟机名称 不过呢史源有补充 他说立序很挑剔很麻烦 喜欢挑剔的那种 迎贺了要来评价一下圣明 公务员 公务员 很努力地再说中文 公务员 다른 단어로 설명하자면 성실 公务员 这个是比较成熟 啊 是的 是 穎美娟一般 根本优订是 从几 Ron我终之后 10時超過10時,聖明就要發脾氣了 10時一定要睡覺 平常是很平常的樣子,但就變成狼 不讓聖明好好睡覺,聖明就變成狼 非常關鍵的聖明 聖明就很享受 我現在很聰明 我心裡很會很聰明 我心裡很聰明 我心裡不在意 我心裡很聰明 我心裡不在意 我心裡很聰明 但我看了一切就是 作曲 而我从来看过 他在一个事情上 其他事情都知道 但是唯独他集中的这件事情 他会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说他在各种方面 有这样的感觉 哇真的是好闹腾的一群人啊 不过他们彼此之间 我觉得真的足够了解 对于对方来说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在我们的微博上加奈她说 闹腾的一群人真的好温馨的感觉 刚刚呢不是还说到发型的问题吗 有一位朋友就说 那个丽世的发型不是被吐槽了吗 说有点老爷爷的感觉 没想到呢 这个始源还最喜欢的就是丽世的发色呢 青春在狂飘 会在飘摇 So let's go 梦想在燃烧 用你发表 So let's go 你信念自己 没人为你记得 We don't worry about We don't wish you So let's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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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最好 相信最好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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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在 青春在 夜在逍遥 都能走 我 我像被燃烧 用你爆跳 Let's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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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呢 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影视作品来跟我们见面 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到内地 跟所有喜欢他的歌迷多多的接触一下 那最近在韩国 有一部应该是2012年吧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 有一部很热的剧 也是反映出了90年代的韩国歌坛 K-pop的一部剧 叫做回应吧1997 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在我们的K&J流行全日韩里面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单元 是用来回顾这部剧的 就叫回应吧1997 所以呢 我也顺势问一下成员们有没有看这部剧呢 没有想到大家都有看呢 其实他们的课语时间还挺多的嘛 OK那在里面呢 银赫是最想说的一个 那我作为一个白饭嘛 我跟他之间有很多的 但是我跟他之间有很多的 那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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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部剧呢是描述歌手和fans之间的互动和情感 那现在目前Super Julian M 他们也是在和歌迷相处 有共同相处的时间 所以他们也希望在过来些年以后啊 回头来看 这也会是一份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吧 曾经还是那么炙热 现在却冷了 曾经那么紧密 什么时候陌生了 那时我们也拥有过快乐 那时有你情的笑容 时间是散乱的狼狂 而幸福不懂 我在你的眼里越来越 走不到快乐 且总看见沉重 我懂 你没说出都痛 你渴望着新的结果 Oh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告别如果我来说 你会 不会消失难过 So long So long Goodbye 我会消失 直到你 没 消失在我世界的尽头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是整张专辑 大碟里面 能够把每一位成员的感性 都发挥到极致的一首作品 完美的再见 也是唯一的一首抒情作品 那在昨天的采访当中呢 Candy还为大家谋到了一个福利啊 我个人觉得呢 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呢 在这个成员们当中 有部分的成员 就是有几位 做MC做得特别的好 那有的呢 甚至就是在当地的电台 和Candy一样 做电台主播 做得非常棒 那我当时呢 就跟盛敏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就说 你能不能 用你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来推荐一下 SJM的这张专辑Breakdown 然后盛敏就说 我做主持人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是有搭档的partner 这个我需要有一个 我的搭档 然后就看着银鹤了 OK 他们俩坐一块嘛 然后两个人呢 就一块来推荐了一下 这一次SJM 最新的这张大跌Breakdown 我觉得我要提前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他们这一个推荐的大意啊 听起来会比较有意思 他们就说 当时银鹤就问 还说要不要介绍一下 专辑里面的曲子呢 声明说 哎呀不要介绍了 介绍的话呢 大家就不会去买专辑了 接下来 盛敏还是把歌曲呢 介绍了一遍 到底里面有 谁谁谁的什么歌呀 然后说专辑的风格 是多种多样的 充满了对歌迷的爱 还有Famiting的计划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那在其中 那在其中 银鹤的一些反应 也非常的给力 非常好玩 因为它就一个捧一个斗嘛 然后银鹤基本上就 处于一种 人肉生肖气的那个感觉啊 我来听听看这个 电台版 盛敏和银鹤的推荐吧 推荐他们的大碟 就能有一半 是 我认识到沿尼的作曲 两首歌 《Go》的歌曲 《Jomi》的作曲 《Jomi》的作曲 《Jomi》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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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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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种 真的在听他们做电台节目的感觉 非常棒啊 《Jomi》的声音 我觉得很好听 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个评价了 OK 那说到这里呢 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们专访 这个录制专访结束 大概只有五分钟了 最后其实Candy有很多话想说 就像他们刚刚有推荐到 自己的这张大碟一样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这一次 Super Junior M 带来的全新作品 《Break Down》 当然在采访过程当中 我也有很多的感触 那每一位成员 我都觉得非常的火宝 很有亲和力 有礼貌 而且幽默快乐 整个聊天的过程呢 就像是好朋友 在互相的 说说自己平日里面的一些事情 相当的亲切 但有朋友有说 为什么小东海的话 说的比较少呢 确实那一天东海 显得比较疲惫 就整体感觉呢 就有点状况外 也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了 我想最后 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想听一下 멤버们 对于各位的一些祝福了 在武汉的朋友们 大家都很有福气 我们来看看每一位成员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 要送给大家呢 首先是圣明 圣明说 这是第一次来到武汉 通过这次机会呢 跟大家来打招呼 也非常的开心 希望以后能够来更多次 给大家来传递 这种快乐的病毒 新年快到了 希望各位都能够 身体健康 继续跟Super Junior M 一起走下去 接下来是银河啦 2013年 一年 我希望我们 新年快乐 大家 新年快乐 还有大家 健康 健康 嗯 这是东海 很努力地说一句中文祝福 接下来是史源 为什么我在开始的时候 会说史源很喜欢用四字中文呢 这是一个绝佳的体现机会 听好了 武汉朋友们 我是史源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费 身体健康 每天幸福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哈哈哈 有没有 所以说的史源 我觉得他是 真的很兴奋 很用功啊 学的这个吉祥话 是最多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乡 周蜜 哈喽 武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蜜 然后 我们发行breakdow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为了以后可以 多找机会 跟武汉的歌迷见面 所以我以后 会尽量尽量 跟公司多沟通 带着车门来到武汉 也为了满足我们 对武汉小吃的渴望 热干面 汤包 烧麦 哈哈 所以 期待我们下一次 再来武汉跟大家 近距离的接触吧 然后祝大家2013年新年快乐 最后我们来听听看 Henry的祝福 大家好 我是Henry 2013年 希望大家 可以啊 注意身体 因为真的 健康是最重要 因为最近我的背在痛 因为我的知识不好 所以希望 大家可以注意你们的知识 一定要抬走顶胸 不抬走顶胸的话 你的你的背会痛 像我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 在做的时候 在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抬走顶胸 希望可以 又 有多一点机会 回来武汉 见大家 哇 希望Henry的病痛 能够快一点 结束啊 也希望大家呢 又要听一下 Henry的这个 劝诫了 一定要抬头挺胸 身体才是最最重要的 时间过得很快 非常的感谢 这次接受我们 重音乐广播的专访 我们也认识到了 非常可爱的 六个大男生 还有他们 全新的音乐作品 真的值得推荐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呢 还是用他们的主打歌 来呼应一笑吧 这首Break Down 每一位成员都非常喜欢的 一首收录歌曲 在现场 也很有这个成员啊 他们也非常的可爱 就是也问了一样的问题 Candy说 你喜欢哪位成员呢 刚刚也有微博上 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说 可能在去采访之前 我心里会有一个 比较期待 相对期待一点的对象 但是呢 当你跟他们 每一个人聊完以后啊 你会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Charming 非常有魅力 就你会觉得 你是全员爱了 所以呢 最后我就很诚恳的 跟他们说了 Everyone 虽然他们都觉得 很像玩笑话了 没有关系啊 那我也相信呢 所有的朋友 对于Super Junior M 也是充满了满满的爱 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接下来的Fan Meeting 都能够顺利成功 还有这么忙的通告 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 感谢各位今天晚间的聆听和分享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楚天音乐广播 第一流行音乐电台 我是Candy 下周围我们下回了 我也是您的废 有些沉落的障碍 没关系 的爱 我幻不够想要勇敢 散开留言的自答 走给你